今天的精选话题就来带您看看全球疫情方面 现在COVID-19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可以根除得了了 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可能要召开一场全球峰会来抗疫 当然会想出一些方法来 那为什么说它不可能根除得了呢 过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其实这些重要的国家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美国的新增确诊数字一天而已增加了多少 26万个新增病例数 那另外英国还有其他俄罗斯还有法国的部分 其实新增的人数都有一万多到两万人左右 尤其新增的死亡人数其实有一百多到三百多人 那其中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人数真的是最惨最惨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样来防堵呢 我们来看看了 马来西亚新增的确诊病例数也是一万九千多个 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三个人确诊 死亡病例数也增加了三百六十一个 那菲律宾的部分呢也是新增了一万两千多个确诊病例 越南也加了一万两千多个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也是三百多人 那其中来看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呢创单日的最高记录了 其实对新加坡来说很奇特哦 因为当地有八成以上的人口已经接种过疫苗了 而且呢最近才放宽了近两年的出国禁令 但是新增数字怎么创新高呢 一天三百多人这一下子怎么办 一年多的最高单日确诊数字 其实新加坡的部分呢 现在已经针对了高风险的族群 要追加第三剂来打疫苗了 那现在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打了疫苗可能还是会感染啊 所以规定稍微松绑了一下 感染人数可能又增加了 我们的生活还是要过下去啊 那世界卫生组织呢 其实就说这个病毒在持续突变 它像流感病毒一样在进化 未来可能要学会如何可以跟它共处 把它拔除掉 不可能要跟它一块的来相处 要想想办法了 那现在在打疫苗的部分 看起来还是唯一的方法 打了之后还是会感染 这到底要打几剂哦 国际之间做了一个最新的研究 那之前说如果有染过疫的话 身体里面其实应该会有抗体的 对不对 那现在专家进一步做研究了 如果你染疫之后康复 如果你在你康复之后 再打两剂疫苗 这个时候有可能你会变成 免疫超人的体质了 也就是说你的抵抗能力会变得更好 而且也不会再怕变种病毒了 这是目前在打疫苗的部分 国际的最新发现 北韩来带您看一下 不是一直以来都临确诊吗 这是金正恩觉得很自傲的地方 北韩的真实情况来看一下 这份媒体是由脱北者经营的 美日朝鲜 他报道出来平壤的状况 其实有了惊人内幕 7月8月已经有好几十个 士兵染疫死亡了 金正恩知道之后大怒 而且要强化防疫 这是北韩现在传出了 有士兵集体死亡的消息 而南韩的疫情 始终也没有看到好转 过去一天也再次突破了 两千人染疫